新規則來看的是 小客車後坐沒開安全大隊 今年二月起來開發 在12月以下 李董的總隊一合起 哪里要求 還有市高中处 提倡家庭 開安全大隊 我們降級到交通事故的希望論 一定要讓小客隊 適合到擁心到 安全的好習慣 民眾坐著 去車後坐沒開安全大 已經由二月一合開始開發 李董結了半年的選舉 八月一合起 違反規定也將來使發 經過統計 下安全大可以降級交通事故三倍 希望論 國外研究安全大也提倡三倍 交通處提倡家庭 要讓孩子為小孩 擁心這個安全的好習慣 從八一號開始 交通部有一個新的一個方案 讓這個跟民眾非常有關係 那我們市政府在此特別提醒民眾 後座的部分 從八一號開始 四到十二歲以上的兒童 需要系安全帶 當然如果你的年齡過小 身高不足的話 後座就需要加一個增高墊 那我想這部分我們會透過 一個我們的當案系統 我們會來加強宣討 那最重要是要呼籲民眾 那後座的小朋友 要務必要系安全帶 以免受罰 後座的人如果沒有下安全帶 一般道路可以出發到四人 1500塊 如果是在五縮公路 或是快縮公路 可以出三千到六千的法款 不過四到十二歲 離島如果坐客廳車 可以不用下安全帶 但家庭要特別注意 小孩的安全 所以是否正面 可以吃菜 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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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